嗨,大家好,我是吃货八姐,今天的美食地图之旅又开始了。 白色墙皮也已脱落,但她,依然在那里。 饭店里的摆设依然没变,收拾碗筷的阿姨依然手脚麻利,一进门就钻进鼻子里的依然是记忆中的味道。 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,寻尽老店,吃的是一份情怀。 对于老哈尔滨人来说,在这些老国营饭店里,吃的不仅是熟悉的味道,更是一段不愿忘却的记忆。 今天,就来和吃货小伙伴们,聊一聊老哈尔滨的那些古董级的国营饭店吧。 1. 道外国营食堂 哈尔滨市的第一家国营饭店,是创办于1954年的道外国营食堂,位于道外区锦阳街168号。 道外国营食堂,当时主要是参照长春国营食堂开办的,由国家经营,产权归国家所有。 当年在哈尔滨的餐饮业,可谓轰动一时,意义深远,同时也预示着属于国营饭店的时代即将到来。 哈尔滨自一家国营饭店,在经历了七、八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后,由于体质的束缚和私营饭店的兴起,逐渐没落。 于1987年退出历史舞台,改建为丁香大厦,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。 2. 道里市场饭店 3. 三巴饭店 三巴饭店,位于道外区静语南三道街,是哈尔滨人的骄傲和珍贵记忆。 周恩来总理,曾是查过三巴饭店。 三巴饭店的历史 1956年公司合营 1958年8月1日,在公司合营的基础上,成立了全部是女职工的国营三巴饭店。 最初只有十名职工,号称十姐妹办饭店。 他们的名字是刘纯真、孙丽、班翠霞、郭静云、鸾桂华、王丽、张贵真、袁竹梅、杨淑慧、张秀珍。 当时经营的是简单的溜炒菜。 新建的三巴饭店,在市服务公司的支持下,扩大营业面积达360平方米,充实女科技干部于秀莲为主任,职工增加到58名。 哈尔滨研制的第一台饺子机,首先安装在三巴饭店,并有万能造、和面机、升降机、切菜切肉机、刷碗机、空中滑行送菜机等,成为当时机械化水平最高的饭店。 周恩来总理视察三巴饭店 1959年12月24日,周恩来总理清零三巴饭店视察,满意地品尝了机器包的饺子和几阳洞北加长菜,并鼓励他们说,服务事业是最高的事业,是很光荣的,要好好为人民服务。 三巴饭店多次被评为省,是先进集体,曾先后接待了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多个参观团和代表团。 为了提高三巴饭店的饭菜质量,罗菜名师赵永省,特一级烹调师圣英姐,面点师林丛之等,先后在三巴饭店工作多年,培养造就出一批妇女烹调技术人才。 他们之中,有哈尔滨师解放后,第一位女厨师班醉侠,特一级烹调师刘凤兰,一级烹调师孔淑琴,一级服务师李莹等。 他们在全市饭店业中,都有很高的声誉。 照片上,右边为店主人鱼秀莲,左边为厨师班醉侠。 班醉侠是解放后,哈尔滨子一位女厨师,当年,能在三巴饭店吃顿饭,那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。 2006年10月,从1958年,正式命名三巴饭店算起,拥有48年历史的三巴饭店,正式停业。 4.松宾饭店 松宾饭店创办于1957年,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71号,是哈尔滨餐饮业公司和营后子一个国营饭店,主管中西餐及金鲁菜系。 在当时,松宾饭店的环境,设施和厨师都是一流水平,是道里最高档的国营饭店。 5.更新饭店 现在著名的网红饭店,说到更新饭店,哈尔滨老到外人基本上都知道,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缩影,承载了人们许多的回忆。 更新饭店在上世纪50年代完成了公司和营,成为保留至今的最后一批国营饭店,被很多人认为是哈尔滨国营老店的活化石。 对于大多数老哈和老到外来说,更新饭店是哈尔滨的名牌早餐。 现在的店制,位于道外南四岛街46号,更新饭店在保留原有豆腐脑和烧饼的基础上,增加了火烧、混沌、包子和牛肉面等品种,而且仍然保持着国营饭店的经营方式。 先买票再去试评,在餐饮行业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,更新饭店能够延续下来,必是奇迹了。 上世纪70年代,更新饭店主要卖豆浆、大果子、麻花等,当时大果子7分钱,豆浆3分钱。 油自斑驳的小房,各屁股的木条凳子,花花绿绿的饭片,油香酥皮的烧饼,味道浓浓的豆腐脑。 至今更新饭店还保存着当年的国营传统,在这里吃饭,恍惚间就会有了穿越的感觉。 2016年10月,更新饭店搬离道外北大六道街的澎湖旧址,迁入道外南四道街46号。 新店的面积与老屋相同,外墙是房谷的巴洛克风格建筑,这是更新饭店60年来第一次搬家。 老店所有的家食、桌椅、厨具全部带走。 本想把老店的不便移走,原样安装在新店,可年头太久,实在糟得厉害。 于是,将原来挂在店内的牌匾略加粉饰,挂在前厅,保持了饭店原来的样子。 店里依然维持着老屋原来的陈设,依然凭饭票取餐,依然人均四元的烧饼豆腐脑。 店里的员工还是两班十四个人,开店60年,人换了,姓没换,都是接父母的班,继续着父母的活。 烧饼和豆腐脑依然是更新饭店的招牌。 老师的烧饼口感绵软,有盐恰到好处。 豆腐脑嫩滑飘香,配上秘制的汤料,吃上一口,唇齿流香。 此外,炸包子也很有特色,酥脆的外皮包裹着足足的肉馅,一口咬下去,肉质四一。 拉面是90年代后新增的,据说做面师傅都是兰州来的,做出的面劲道爽滑,面汤浓厚。 六,国营向前饭店。 位于道外区北十五道街,28号,也是一家主营主营烧饼,豆腐脑的老店。 烧饼酥香起层,豆腐脑油骨浓浓的豆香味,还有咸鸭蛋,蛋黄流油,吃起来特别香贵花饼,也很有名。 七,国营新香饭店。 道里区新亭街三号新香饭店,这也是一家年代感十足的国营老店。 老式的白设,服务员统一白色服装,菜马超级大,人多的时候还得拼桌,很多去过的小伙伴都忍不住感叹。 在这里拍八十年代的戏没问题。 店里最圈粉的要属馅饼了,而且不卖米饭只卖馅饼。 梧桐花炒韭菜,家常凉菜,酱猪手都是碧点菜,还有滑溜里脊,就是小时候的味道。 八,开封灌汤包子铺。 位于道里区西九道街四号,离着中央大街很近。 不用说了,招牌当然是灌汤包。 新出龙的包子顶端站开个小口,露出肉馅,吸一口汤水,鲜香美味。 几乎啄啄都点过包肉,麻酱拉皮。 开封灌汤包子,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被个人承包经营。 但所有权还是国营的,也是哈尔滨为数不多的几家,带有国营印记的饭店之一。 店面的牌子就是古老的那种红色牌子,一看就是很旧的那种。 店铺里面也是很旧的桌仪。 小店,人多,随时随地准备拼桌就对了。 地下室还有个小包房。 九,华梅西餐厅。 只要来过哈尔滨,去过中央大街,就一定听说过。 餐厅的建筑和饮食风格,富有浓郁特色。 被公众认为是哈尔滨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。 说起华梅西餐厅的历史,可是很久远了。 1925年,俄国人楚吉尔曼来到当时的东北第一大城市哈尔滨。 在道里西八道街上,创建了一家俄式西餐茶食厅。 当时营业面积只有70多平方米,主要经营俄式西餐茶食小吃。 此后的30年间,餐厅记忆主人。 有俄国人、德国人、波兰人、捷克人和中国人。 到了1959年,这家西餐厅公司和营后改制为国营企业。 同时牵制到今天的中央大街112号,并改名为华梅西餐厅。 华梅西餐厅以经营灌焖牛肉、俄式大马哈鱼、红菜汤等俄式西餐为主。 此外还兼营法医师菜系。 华梅西餐厅也是老国营的饭店了。 虽然是西餐,但是里面从装修到饭店的工作人员,都是按照老国营的标准来的。 所以在这里面用餐,你肯定会感觉到,这简直就是来到了八、九十年代的饭店吗?很有感觉的。 而且他家的俄式灌虾、灌牛、还有俄式面包、大猎八都是特色。 都非常好吃,就单单说着楼下的大猎八。 每天都会有人排队购买的。 如果去晚了,都会买不到的。 而且他家还有一道特色菜,就是奶酪鲑鱼。 简直是美味啊。 随着时代的变迁,国营饭店这个词离哈尔滨也越来越远了。 满载着老哈尔滨人回忆的这些国营老饭店,你都去过吗? 今天的美食地图之旅就到这里了。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